瘫痪二十年的植物人在长寿之乡神奇复活 众多疑难杂症在长寿之乡康复 神奇和奇迹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候鸟人 集聚到长寿之乡 长寿之乡求长寿 坐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走遍中国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 由于百岁老人的人口比例比较高 就被冠上了长寿之乡的称号 长寿意味着健康 意味着宜居 由于长寿之乡普遍很少 有恶性肿瘤 多数老人无疾而终 当这些传奇越来越多的被传扬的时候 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 就会朝圣般的聚集到这些长寿之乡 您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 是非常壮观的炮脚照片 它是拍摄于长寿之乡 江西省宜春市的温汤镇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炮脚开始 2013年9月14日 温汤举行了一场万人炮脚活动 万人同时炮脚 被载入了大世界金丝记录 位于江西宜春的一个小镇 怎么会吸引那么多人前来炮脚 在温汤镇中心 有两口温泉古井 从早到晚 来取水的人络绎不绝 温汤是一个温泉之乡 又是一个长寿之乡 温汤人长寿 据说就跟炮脚有关 在古井边 每天坐满了炮脚的人群 你们好 你们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来自上海的 上海是专门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 泡泡脚养生 这里的水好空气好 来了第几趟了是 哇我下第3次了 正常情况下一天要泡几次 一天泡两次 早上下午 对 这里的水很好 泡在身上很滑的 光滑 面油也不要擦的 哈哈哈哈 面油也不要擦的吧 在上海要擦弄服务 这里弄服务也不要擦 就很舒服 还有美容作用了 对对对美容 很好啊 你们两位是来自哪里 甘肃 这么小也过来的 也不远先 这交通方便了 嗯 车也提出了 那你们是第一次来还是 我们已经住了一年了 这是第二年开始 这里感觉怎么样 这是空气好水好 这个水太好 水好 烧出来开始啊 没水够 我养生的 就是 我感觉着 刚开始有水够是天鹰地 结果这里没水够 嗯 它第一次发现 经检验 温汤的古井是难得的 负溪低流温泉 溪是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一种矿物质 据联合国卫生组组织宣称 西是目前证明的那 有抗癌作用的一种矿物质 由于低流 温汤温泉 无色无味 可以直接有用 据说 温汤人长寿 与这里的 负溪低流温泉有关 在中国传统的养生学中 泡脚可以延延益寿 于是 在温汤镇的古井边 几乎天天 可以看到壮观的泡脚场面 有人 甚至一面躺排 一面泡脚 在这里泡脚的 除了一小部分 是本地居民 大部分是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 和来这里 养老养生的 父母 位于海南省会 海口市西侧的 城脉县 由于拥有 世界长寿之乡的称号 也成为了 候鸟人聚集的 热点地区 由于独特的热带气候 海南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据不完全统计 单单每年冬季 到海南休闲 养生 养老的候鸟人群 就有五十万 在城外县的一个小区里 我们找到了 康乐美养老协会会长张大明 张大明告诉我们 城外县的候鸟人 以老年人群为主 由于年纪大 身体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疾病 那么长寿之乡 会给这些候鸟老人 带来奇迹 你看我以前总是心脚痛 心脚痛严重上就休克了 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 每年的住院几次 有的时候是抢就进去的 有的时候是赶紧不好的住院了 我到海南十二年 没住过院 你看我现在满面红光 我这做了七个支架 心脏 心脏做了七个支架 我都要吃七十副的中药 来维持这一年 但是今年到现在呢 三个月了吧 我一副药没吃 你们看我这精神怎么样 这位正在指挥的 叫长庆学 由于新衰 来海南前 曾多次被送到医院急救 两个多月前 他来到了城外 没想到 这个海南城啊 这个城外是一个 世界长寿之星 来了以后是空气新鲜的 而且喘气非常舒服 两个多月 你这个身体恢复就这么快 就是啊 我可以给大家 唱一唱 就说呢 你看看我这个人 像不像心衰的人 在江西一春市的长寿之乡温唐镇 在江西一春市的长寿之乡温唐镇 许多人相信温泉的神奇 我以前都是发的像这块一样 全部红 整个大腿都发红的 我都像这样的 全身都是 脸上了 现在停下去 还有一部分没退掉 这个地方相对泡的少一点时间 这里我没泡 所以晚上 晚上泡温泉的时候泡一下 一个星期 我来的是 当时我来的是 我嫂子说 哎呀妹妹 你的皮肤怎么这样的 现在她说 哎呀妹妹 你皮肤很好了 对吧 一个星期啊 这么神奇啊 是的 也可能这个水对我也有效 没有用其他任何药物 就是泡 这个来泡呀 这位正在操场跑步的人 叫尼建民 来文堂前 因心脏病准备动手术 给心脏打支架 二十多天前 她带着试试看的心理 来到了温堂 星期你情况感觉怎么样 二十多天的话呢 我感觉的话呢 就是很神奇 过来了以后 我拿了一大袋西洋了 第七天 我是一二两节一半 到第四天的话呢 我全部 西洋全部不吃了 一个的话呢 就是温泉水 天天去抛卷 西洋帮我喝的啊 这个操场哈 我来的时候 这一穿跑步步来了 就是马上要坐下来 就是心跳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现在的话呢 有八穿好跑 待会我们再感受一下 你的那个跑步的这个熊枝 好啊 我们一起吧 好好好 抱抱的很强啊 那你现在决定回去还要放吗 现在不需要了呀 现在已经不需要去送这个手术了 那心理症状感觉非常好 很好 这位被搀扶着向我们走来的女孩叫王孟杰 今年二十一岁 就在半年前 战利对他来说 那只是一个梦想 那当时来的时候 这个孟杰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当时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他真的 就好像是怎么说呢 动都不会动的嘛 眼睛省都没有了 就好像快没有用的那个样子了 就什么样子 他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那个 什么病呢 医院里也检查不出来啊 不知道什么病啊 王孟杰从六个月开始得病 母亲带着他四处求医 含辛茹苦的走过了二十年 半年前 母女俩来到了杨和宾 在温汤开设的得道健康调养中心 当时你接手那个孟杰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状态 你看到孟杰的时候 当时看到孟杰啊 应该说是感觉到一个非常惊讶吧 就是说 他完全就是说 像一块打湿的毛巾 一放开 他就倒在地下了 换句难听哪道 割他的肉 他都没有感觉 就说植物人吧 有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病人 说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我说反正我们尝试吧 结果尝试呢 我们反正是这样 每一天至少是一次 有的时候甚至两次给他抛脚 或者是抛澡 结果奇迹就发生了 在他第四天的时候 就开始就开始坐起来了 但是坐起来就坐不稳 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就像歪啊歪啊歪 但他就是不倒啊 我们当时真的很高兴 非常高兴的 他然后在十七天的时候 他就可以扶着东西站了 但是他没有目标性 然后在三十天的时候 他就自己拿条根 开始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喂饭 现在是你看 比如说拍了一下 比如说这样轻轻拍了一下 你再去拉他的手 他就马上的 他就要拉回去 现在他的直觉是非常灵敏的 在得到健康调养中心 墙上挂满了各种疑难杂症病人 康复前后的照片 杨河斌说 虽然有些病人 采取了一些自然的辅助疗法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所有的康复病人 每天必须用温汤的温泉水 泡脚和洗手 记者回来告诉我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肯定不会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虽然不可能 所有到长寿之乡的病人 都能够得到康复 但是的的确确 在长寿之乡 通过调养得到康复的病例 有很多 我们也只能用神奇这个词 去形容这一方水土 这样的神奇和奇迹 用不着借助媒体 就在民间迅速的传播开来了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 就开始朝圣般的 向长寿之乡聚集 获养病获养生 许多候鸟人在当地也买了房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在温汤镇 记者随即走访了 一个小区的一户人家 来自哪里 我是江西人 他是陕西人 我们是大学里的同学 那您这家已经住了几年了 住了五年了 因为原来还是脚不好 膝盖不好 蚊蚊子走路都很飞劲 那现在呢 现在状态 我看你听完了 走着可以 这比较好 梁老说 身体的康复 温泉功不可目 这里家家户户都通了温泉 在海南长迈 有一个问题摆在了候鸟人的面前 候鸟人居住的小区 大多散布在城郊 你看我们这个小区 这几乎是没有当地人在那买房子的 房价高 当地人他都有房子 他不能当地人来买 所以他这有一个地理上的原因 就是隔阂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语言上的隔阂 这个海南人 能说好普通话的人并不多 这样说的语言交流吧 就聊天 聊不到一块去 说实在的老人最怕的就是寂寞 我这人又好聊天 你说跟谁聊去 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孤独 我们来这以后啊 就搅着无奈 无处去玩去 虽然海南这个空气好 气候好 水度好 但是缺少这些这个亲情 互相之间吧 没有什么来往 就有一个孤单了 一孤单寂寞了 有人在这都待不住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张大明想到了成立一个养老协会 协会成立不到一年 他的家就成了活动场所 早晨只要天一亮就人来 一到晚十多点了 人都才上去 觉得这就是个家了 一个大家 下棋的打麻将的 练练练声的 上课 就是在打麻将 中央电台的记者 练练声乐 后鸟人中 人才积极 他们为养老协会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这位正在讲摄影课的老师 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而合唱团中 许多人原来就是从事音乐教学或演艺工作的 这位在给病人好卖的老人叫王金泉 是一位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的老中医 在老家看病 挂他的号 一个就要一百元 而且一天只挂十个 现在在海南 去免费给其他候鸟人做议诊 这套每天早上必做的养生工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退休教授 自创的 现在有些老人说什么的 哎呀活动太多了 我累了都 他都在说 我说这么慢 你可以自助给这个减量 有些活动你累了 你可以不参加 原来觉得寂寞 现在不是寂寞了 干不过来了 养老协会让异地生活的候鸟人有了一个家 我们希望更多像海南丞麦康乐美养老协会这样的组织 出现在候鸟人聚集的地方 既然叫候鸟人 就有来来去去的时候 但离去后 空巢的护理就成了候鸟人的一个难题 几个月不住 等再次回来的时候 家里的被子就发霉了 电脑电视等家用电器 也会因为受潮而无法使用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在温汤 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一位 热心帮助候鸟人打理空巢的金秋妹 金秋妹来自上海 到温汤已经生活了七年 一见面 金秋妹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小框钥匙 都是回老家的候鸟人留给她的 哇哩哩哩哩的 那么你这些钥匙都是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的还是其他地方的 有有 还有那个月泉 还有就是龙泉 还有这个温馨花园 还有个机公馆我有好几个地方 那么这些钥匙基本上都是我们上海人呢 对对对对啊 基本上都是我们老乡 还有那个奶昌的朋友也有 嗯 其他地方也有 对对对对 要来了我就给他们去塞被子啊 洗洗被子啊 就这样塞 他们走了 洗好的被子我把它们收好 本来我们老乡 没有人管的是那被子没有洗都是翻霉的 这样一 这里估计大概有多少来碗子 大概三 四十八左右吧 我们到处来看看 好可以可以啊 哈哈哈 啊这么多你看 那你完全就是要靠这个上面的这个 哎 这上面的记号 我这记号我要认不出来的 都是你看什么栋 几栋 哦 这是三号哦 对对对 这样一串是一户人家的还是 一个钥匙一户 就是 哦 一个钥匙一户 三个钥匙就是三户人家的 哦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穿在一起呢 就一个楼贴的嘛 哦 我说不要给我了 你们钥匙不要给我了 这么多我说我也管不过来了 在海南城外 张大明干脆在养老协会名下 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 成立他的目的就是给这些老人买房子 租房子 装修房子 另外你控制的时候 你回大陆了把房交给我公司 我公司给你看管 每个房间定期的来给你打扫 给你开窗 通风 然后下雨了来给你关窗 这样的话他这个家具家电 就不会再受伤害了 准备一个月一户交一百块钱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五六个月 就五六百块钱 他就买了放心了 这样的话得到大伙的拥护和知识 候鸟人的到来 对长寿之乡来说是有喜也有用 原来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 现在都很新浪 都是化缘一新 变得很好了 卫生也比以前更好了 原来走的路上都是泥巴路 我们这个镇就短短这几年里面 它快速从战后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从范围来讲 我们以前这个镇区大概也就是零点八平方公里左右 那么现在已经扩到到五平方公里范围之内 也就是我们的 大概是几年之内 这个也大概就是这么五年左右 小镇长寿人口翻倍 道路拓宽 房子翻新 眼前的变化在四五年前 小镇的居民是无法想象的 但让人忧的是 房价高了 菜价高了 像这种房价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我十年前来的时候 大概是八百 那么现在均价了八千以上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周边的 对对对 均价达到八千以上了 那已经相当高了 那么对这 这么高的房价 当地的老百姓怎么看 当地老百姓能够接受 因为对他来讲 很多从中国也是发展了经济 他的收入也同时也提高了 温唐镇居住在古井四周的居民 纷纷开启了洗脚店和小宾馆 最起码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打工的 直接到家里面做点小生意啊 是开开店啊 或者说像你所说的开个宾馆啊 候鸟人的到来 实实在在的给当地带来了好处 这是温唐同学一间 由上海虹口实验学校捐助的多功能教室 这些凳子也是他们专的 那个包括电路扇 那个 影响设备 影响设备 投影 将近三十万元 是在06年的时候 一个退休的老校长 退休他就到温汤来疗养 因为他自己也是老师 所以对学校都特别关注 他就帮我们联系了一下 虹口实验学校 从开始的物质援助 后来发展到老师帮教 温唐同学多次派老师到上海跟班学习 那他一年现在还经常会来我们的温唐吗 一年大概在温唐住三到五个月 在这里买的房子 在这里买的房子 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以上海为主的生活 每次到位呢 他一定第一站就是现在学校 几乎所有温唐的认识他的人 包括我们所有的学生老师 都是统一叫他黄校长 特别是上海人 把他们生活的一些先进的意识 包括他们环保的意识 一些好的先进的意识带进来了 长寿之乡成了当地的一张金鸣片 许多候鸟人在这里购置房产 养生居住 为当地办教育 为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但候鸟人的大批涌入 也给长寿之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我们的医疗条件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是温唐卫生院 它只是一个卫生院 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温唐症的 那么上万的居民 那么现在有几万 甚至上十几万的人到这里来 那么对这个医疗条件的提出 要求是更高了 甚至有些在这里的常住的人 他把他的一些小孩 孙子孙女转学转到这边来 那么对我们教学的条件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候鸟人当中大多数人是老年人 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了两个亿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异地养老作为一个新的现象 它的人群正在慢慢的增长 而长寿之乡 又往往成为候鸟人的首选 在采访的时候 许多候鸟人向记者反映说 他们在异乡碰到困难和难题 却找不到对口的政府部门 而当地政府也不知道 应该把这个特殊的人群规划给哪个部门 去管理对接 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 能够尽早重视候鸟人 这个特殊的群体 关心他们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因为有一天 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候鸟老人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你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